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良性的脑瘤 手术切除是最好的方法 一般来说 良性的脑瘤生存期跟患者脑瘤的大小和位置 肿瘤切除的程度 组织学特征和数前患者的状况都非常有关系 只要切除率高 就是切得干净 患者生存期就长 由于脑瘤生长在大了 特别是生长在复杂位置的脑瘤 面积增大会压迫周围的神经组织 导致严重后果 所以一般手术切除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都知道 大脑中的神经 血管 密布 交润敏感 手术稍有差次 就会危机生命 所以手术要求非常高 难度也非常大 对于手术 选择技术和医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这些情况 习近平选择阿根廷的医生 就避免国内仇恨他的人 买同医生在手术中做手脚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传言应该是真实的 有许多人说 非常希望习近平在手术当中就不要再醒过来了 老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老朱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利地从手术台上下来 尽快地康复 好 带领共产党继续向前奔 他应该对得起总家属师这个称号 否则他要醒不过来 那再来一个什么张近平 李近平 中国就还是那个样子 本月底 外交政策一个杂志 叫外交政策杂志 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两国情报部门 近十年来全球数据战争长篇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呢 基于对三十多名现任和前任的 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的官员进行的广泛的采访 以后得出来的 这个报告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中共用偷来的数据识别美国的情报人员 第二部分 奥巴马时代 美国情报部门如何在习近平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增长 第三个部分 川普时代的情报部门运作 以及中共情报部门以科剧巨头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合作 今天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 2013年前后 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 他们派往非洲和欧洲国家的恶底中情局的特工 很短时间内就被中共情报部门识别出来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事件的发展可能要追溯到20年前 一位前国家安全高级官员说 美国和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碰撞 他打开了一个全球性的潘多拉盒子 之前中情局利用中共官员的腐败 在中共招募特工 中情局付给特工和线人的报酬相当丰厚 在2000年 在某些国家 比如中国 俄罗斯 朝鲜 外交设施中的最高级的特工 一年可以赚到100万美元 这种报酬可以是多种形式的 比如有时候为官员支付在外国上大学孩子的学费 或者是生活费 中情局成功招募 引起了北京的警觉 据一位前中情局的官员回忆 中共被迫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而我们的错误 帮助他们看到了他们的问题 中共领导曾意识到的不受约束制约的这种腐败 它不仅仅是该党在国内深层的威胁 它还是一个重大的反情报威胁 2010年 中共发现 美国中央情报局人脉网络 不变中国的军队 情报机构等各个地方 中共情报官员开始利用 中情局特工之间的秘密通讯中的有一个漏洞 从2010年到2012年间 中情局在中国的人脉网络被无情的连根拔起 中共监禁和杀害了几十人 从2010年到2012年的动荡 让北京有了动力去追寻更大更有风险的目标 而且还要把处理大量盗窃信息的基础设施整合起来 正是这个时候 中共情报机构从仅仅能够大量窃取数据 它过渡到了从数据中快速的筛选有用的信息 美国官员也观察到 中共的情报设施大部分都设在语言和处理中心的附近 正是这些新的能力让中共成功的入侵了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 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 它是简称OPM 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 2013年前后 美国情报部门派往非洲和欧洲国家的中情局的特工 很短的时间内就被中共的情报部门识别出来 有的甚至 中情人员刚刚通过了一个复照检查 刚刚进入机场或者海关 就受到了中共特工的监视 这一异常很快惊动了美国的高层 一位前情报官员说 中共根本不该知道卧底的身份和位置 但中共是如何得到这些情报人员的消息的 他们百事不得其解 在以往的年代 中情局很可能会就开始寻找内奸了 那一定是有内奸 但是现在他们认为 这很可能与中共网络间谍有关 具体来说 就是中共的网络间谍成功的 攻入了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 OPN 该入侵事件中 中共黑客窃取了 2150万名 大家要听清楚是 2150万名 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和他们的配偶 以及求职者的详细的个人信息 包括健康 居住 就业 指纹和财务数据 有些人的安全背景调查细节也被盗取 这些调查可以深入的了解个人的精神 健康记录 性识和癖好 以及一个人的海外亲属 是否可能受到了政府的勒索 当然美国知道2015年才披露这一漏洞 但美国情报官员在2012年就意识到了最初的OPM的黑客事件 前中情局中国分析师盖尔赫特 回忆对OPM入侵事件的反应是 他说 哦天哪 这对所有的曾经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们正式招聘的 以我们交谈的 以及他们的家属来说 这又意味着什么 而对这今后的机构招募工作又意味着什么 真是太可怕了 绝对是可怕的 还有人担心 因为中共已经掌握了美国政府在招聘敏感职位时的要求和过程 中共很可能对OPM的数据进行筛选 量身定做理想的个人档案 将中共间谍安插到美国政府当中 对OPM数据的研究 让中共对美国的系统运作有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 然而 以此同时 因中情局精心建立的中国特工网络被彻底摧毁 美国在与中共打交道的时候 中国政权 我都能够看到这一点 那么那些民主党的官员们 那些曾经受过共产党迫害的民运人士们 如果他们都看不到这一点 那纯属是在撒谎 只能证明他们是别有用心 好朋友们 老猪龙门正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 每周礼拜一到礼拜五 请大家准时在这里和我相见 也请大家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老猪在这里 谢谢你 好朋友们 咱们明天再见